当地时间11月1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立马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会见智力总统伯里奇。 习近平指出,智力是第一个同新中国建交的南美国家。 半个多世纪以来,双方始终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是彼此信赖的好朋友、合作共赢的好伙伴。 中方愿同智方,以明年建交55周年为契机,密切战略沟通、深化互利合作、共享发展机遇,推动中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加强各领域各层级交往交流,坚持互尊互信、互利互惠、互联互通,不断丰富合作内容。 加强基础设施、清洁能源、信息通信等领域合作。 以高水平自由贸易和更开放的产业政策,推动两国合作向更可持续、更宽领域迈进。 中方欢迎更多智力优质产品出口到中国,支持更多中国企业赴智力投资兴业,希望智方为中国企业提供透明、开放、非歧视的营商环境。 中方愿同智方加强在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机制内沟通合作, 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全球供应链畅通稳定和全球南方共同利益, 共同建设、开放、活力、强韧、和平的亚太共同体。 伯利奇表示,至中两国关系良好,经贸合作成果丰硕,在当前国际形势下,至中关系不断发展意义重大, 智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文化、教育等各领域交流合作。 祝贺习近平主席昨天为前凯港开港, 智方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智力、开展产能、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愿为中国企业提供良好营商环境。 期待在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框架内同中方密切沟通, 共同反对保护主义、维护全球自由贸易和产工链安全畅通。 智方支持中国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